但是呢 这两个人今天的表现 也会成为决定这个比赛胜负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延误一下 希勒再给孙明杨 阿卜杜可以坚决点 投了 好球 今天球队的第三季三分球 给力吧 整体还是不错的 阿卜杜今天是 打的不是很多 对 第二季下半段才上 得给他打了一下 杨树斯打得 太累了 上篮好球 阿卜杜这上来不错 好球 上球上得很快 看可兰再给篮下 阿卜杜 彭一步漂亮 两分大成 阿卜杜这个子非常高 篮下 起这一下 加法也命中 这球可兰竟然没有打进 孙中林拿一千人满 外线阿卜杜好球 他的分球意识很好 对 外线的无球掩护 打到另外一侧 阿卜杜上篮漂亮 阿卜杜今天算是可能球队 在二阵容上 发挥出来的最好的得分手 打转换 阿卜杜 好球 换左手 一个跨步上篮得手 索尼原来在 我记得是在 多伦多某龙队也算是主力球员 是 是 就是主力轮换球员 对 好球 阿卜杜这个空切意识真好 对就是这样 多的 这球好像都没抓稳一样 双方的小园都拿到49分 分球漂亮 53分 而索尼玫姆斯这边呢 应该是51分 一个53一个51 双方小园都有出色的发挥 但是呢 确实在缺少一个外援帮助的情况之下 今天新疆队在内线 显得是被对手冲的比较凌乱